拔除第三大球齿 所谓第三大球齿 指的是人类最后长出的牙齿 它一般18岁开始出现 所以也被称为智齿 意为在这个年龄阶段 心智也开始成熟 很多时候智齿的生长空间不足 形成祖身智齿 引发很多问题 必须要拔除 常见的问题包括 严重感染和周围软组织囊肿 无症状祖身智齿 有时会长得非常大 祖身的智齿 会对周围的牙齿形成推力 造成牙齿挤破 智齿不仅会引发灌周炎 还会引起临近的第二膜牙 主坏 一般来说四颗智齿 生长位置都不太好 所以最好是拔除 拔除四颗智齿 一次局部麻醉手术就能完成 用时不超过一个小时 过程无痛苦 不适的感觉 拔除第三大球尺和拔除其他牙齿不同 因为通常会涉及到外科手术的方法 但是 只要手术医生经验丰富 来操作这个精确准确的手术 就不会产生任何痛苦 术后也几乎不会有任何不适 您的接触 您的多谢 我们来说 您的经历 您好 您是感谢您的多久 您的想法 我分享 第一次 当我当时我肯定在买 因为我认识了,我认识 因为我都觉得我会压力 然后我认识你会很想念 好,你那你会想到哪个人生意? 当我一开始被人生意的,我会想到那些人 我会吃过一个人,我会想到那些人生意的 但我还想到我会想到那些人生意的 那些人都要是过去的 你会觉得很好? 是 你会很好吗? 我会说你会说,你会想到的 你会睡得很少? 你会睡得很久? 是的,我会睡得很久,但... 但是,我会的好。 非常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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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